11月23日,中国企业在柬埔寨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北京发布,这份报告由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与柬埔寨亚洲院请研究院共同组成克力组,历时半年实地调研顽强。 报告显取中国华能集团三合水定公司,中国免税品集团检部站有限公司,葛州霸集团检部站分公司,中国银行香港金边分行,中国陆桥检部站分公司,云团箭头检部站分公司等六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对企业在检部站的经营状况,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机制,修进检部站经济发展的口碑等方面进行了调研。 报告展示了中国企业在检部站军纪手法、卓劣运营、融入当地社会、积极旅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良好形象。 以中国华能检部站三合水电公司为例,报告认为,华能三合二级水电站在提供安全可靠的经济能源的同时,也在改善气候变化、促进地方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积极旅行社会责任。